記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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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籃下有一個錯位 哇 俊翔 現在魯俊翔跟戴維斯 現在千萬不要觸犯天條 對對對 因為剛剛前面的 前面的輪換之後啊 俊翔一直用身體跟戴維斯做錯位啊 那可能推一個 是不是 假手他人 招牌的假手他人啊 被戴維斯給抱住了啊 因為俊翔其實是想要把戴維斯給配出去啊 但這個球是 戴維斯可能後續有一些拉人的動作 讓俊翔沒有辦法離開啊 對 盧俊翔是被夾到很不爽 所以後面以為卡總又要夾他 把他手甩開 自己人啊 這個球看到齁 這邊俊翔是想要把他配掉齁 比較簡單的一個動作 就是想要把他往外推啊 那可能戴維斯有一些爆人的動作 對 那可能後續就糾纏在一起了 對 裁判如果要檢視的話 可能後續的犯規就是變成雙方的一些問題 這場比賽真的充滿了火藥味 先是有曼尼高遭到驅逐出場 應該沒有計數犯規啦 因為兩個其實也沒有太多後續動作 就盧俊翔還好他 在第一時間的那個情緒上來之後 都是有事 有事